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被称为铁饭碗的中国银行业 掀起裁员及降薪潮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南京银行、平安银行等四家上市银行 减员人数超过4000人 近期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再起 多地医院近期陆续将新冠病毒疫苗 由免费接种调整为自费接种 价格最高的是康熙诺吸入式疫苗 一支药价1114元人民币 引发中国医生质疑 病毒在持续变异 疫苗是否具有长期有效性成为未知数 民众也纷纷表示 倒贴钱也不愿意打疫苗 19号晚间四川成都城管打伤小贩 还叫来警察试图将另一名小贩 戴上手铐带走 城管和警察的恶行 引发上千民众包围抗疫 事为行动一直持续到夜里10点左右 直到警察将受伤小贩送医院救治 市民才逐渐散去 继7月26号四川穗宁 广德等地出现三个太阳后 18号早上 四川成都市民又拍到七个太阳 这个奇特的景象持续了大约一分钟 当晚辽宁沈阳则是拍到两个月亮 持续了十多分钟 第二个月亮才消失 引发网民热议 有人打去询问后裔呢 也有人感叹说看来中国真要变天了 新函亚亚太电视专理报导